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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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化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恥 緣解如來真實意 阿彌陀佛 上星期我介紹了 我們對師父如何 如何稱師父上下 如何稱呼 什麼叫居士 大概就是這些 但今天繼續講 關於我們過堂吃飯的規矩 我們去到法堂或廣堂 我們應該遵守一些規矩 我們去到法堂和廣堂 我們要遵守規矩 就是有幾點 我們如果去聽經時候 我們最好走規矩 эн lived in Testament 我們千萬不要遲到 我們應該很早五分鐘 去頸展誓 觀看法堂 因為聽經就是我們尊重這個法 好像剛才我們很多時候 或者我們聽經也好 或者我們是誦經也好 我們都會誦中剛才的四句計 這四句就叫做開經計 說明了在佛法的莊嚴和尊貴 是非常之微妙甚深的 我們在佛門裡時常聽 有這樣說 人生難得佛法難問 佛經有一個譬如 譬如在一個大海裡 有一件木頭浮在海面上 這個木頭的中間有一個洞 這個木頭隨著波浪在大海裡 漂浮在海裡 有一隻盲了的龜 這隻龜在深海裡 每逢一百年會浮在海裡 就是我們人生很難得 佛法也很難聽得到 譬如像這隻盲龜一樣 它有一天浮在海面上 而它又把頭可以伸進這個洞 這個木板的洞 這麼小的洞 因為它是猛 而讓它可以轉進去 你說一百年出來一次 我們未必一定可以轉進這個洞 所以就是說 我們今生有幸做了人 又能夠聽聞到佛法 所以是非常珍貴的 我們聽經是我們 我們學習佛法最好的方法 現在的社會裡面 因為這個城市已經現代化了 在這個文化方面 現在的印刷也非常發達 我們隨時都看到一些 好像這裡也有很多結緣的經書 我們隨時都可以看得到 還有現在的交通很方便 我們去哪裏聽經 我們坐地鐵就可以聽到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以前的人聽經 是要去到寺院的廣堂 才聽到法師講經 以前聽經是很隆重的 每逢法師講經 他們當然要穿蒲達衣 但是除了他們還要唱讚 要迎請法師 做一個很莊嚴肅目的場面 請法師上法座 然後他才跟大家講經說法 那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很珍貴 但是現在的社會 很多法師已經方便了大家去聽經 他只是很簡單地 稱三句本師釋迦牟利佛 然後開經 當他講完經之後 就唱了一個會向 但是以前不是的 他們用了引慶去迎請法師 然後法師上座 還要禮座 要鼎禮法師 然後才講經 你說那個隆重 所以我們聽經 我們要有一個恭敬的心 我們有一個恭敬的心 無論法師說得深入或淺出 我們都應該要尊重 因為有時經典會很深 大家可能會聽不明白 初學佛計人很多都會聽到 我好像聽到一頭霧水 但是因為你完全沒有接觸過 而當你現在接觸的時候 可能是有些口心 但是慢慢慢慢我們聽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明白了 所以我們要尊重這個法 第二 我們進入了聽經的 我們自願過的 是法堂或是廣堂 我們應該穿整齊的衣服 有些法師 以前的法師 他們在他們的法堂或廣堂 講經不是穿便服 他們也要穿蒲達衣 可以坐在這裏聽經 所以上一課我也有教大家 我們執詞本經 我們應該要怎樣執詞 就是我們要學詞經的規矩 第三點就是我們聽法的心態 我們要有一個很渴望的心 還有就是我們要專心去聽 我們如果能夠專心去聽聞這個法音 我們能夠令到我們明白這個人 我們怎樣去對法的恭敬 還有明白了法裡面講的義理 能夠令到我們人生更加自在 更加更進一步 第四點就是我們要聞詩修 我們要專注這樣去聽 我們要仔細地去想 我們還要走我們所明白的道理所行 這樣才能夠達到聽聞法法的真實的義理 還有我們聽聽經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端身地坐在這裏 還有我們就要千萬不要說 法師有法師說 你有你在跟別人聊天 這樣就是不對的 還有我們不可以東張西望 還有我們坐的時候 我們要坐得很端正 因為我們正心去聽聽 涉心在聽法師所說的法 我們應該是生起一個恩重渴望的心 還有我們能夠專注這樣聽說這個法 我們就會跟著這個法去修行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聽經的時候 我們是要注意這些問題的 還有跟著就是講我們過堂 我們過堂的規矩 在古德裏面他有說過一句話 他說除大眾過堂就有八種好處 那哪八種好處呢? 第一種就是我們不在胎 意思就是我們不會放日 當我們過堂之前 在這個字眼裡 他會打板三次 就是叫做三通 三通的意思是通就是通知 第一通就是通知大家準備要吃飯了 進去馬上 Prose.,進去小朋友 然後進去製室 anderen Resource 還有要依著我們 denSu. 次序來坐 第三大家要推動等候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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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 four Tribal就陰化 sean累 这样做其实是令到大家不会起态慢 和有次序的心 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不会在态 第二点就是共养省力 即是过堂吃饭就是厨房和行堂 行堂就是帮我们不饭菜的人 方便他们的工作和节省他们的人力和时间 可以一次过排碗碟 以及一次过把饭菜统一地处理 所以令到很齐整、很简单、很快脆 你看到这个桌上有三个碗 就是说我们过堂吃饭里面 每一人的前面的位置 大家一排地坐在这里 就会有三个碗 稍后我会解释这三个碗的作用给大家听 第三点就是平等无我 就是说大家吃饭的时候 大家吃的饭和饭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大和尚 或者一些小沙味 大家所接受的供养都是一样的 即是不会说大和尚 他就特别一点的饭菜 是没有的 因为一般的松林寺院 他们多数煮的菜 就是罗汉大齋 所有豆腐和菜 全部都是煮一大碗的 那我倒下来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有菜 但是那个菜里面 可能他倒下来的时候 不是行堂的人倒下来 有分别心 你 我认得你 我和你不高兴 我倒下一个豆腐给你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总之就是不会看任何人 不会看任何人 你不饭送的那个 总之你不饭就是不饭 不送的那个 见满就一直不下去的 因为呢 以前的松林 他们的出家人是非常之多的 尤其是受戒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千人 或者一千人以上 就算现在一些 中国的松林寺院 都几百人吃饭的 那他们是行堂的人 一直不一直不 一行一行地去 所以就是说 大家都是同等 接受同等的供养 没有这个人我的分别 那其实这件事 是表现了佛教里面的平等观 第四就是不偏重食 就是说大家吃饭的时候 国人所分配的食物 都是很均衡的 就不能说给你选择 这件事呢 食物里面 煮什么 我们就是有吃什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能够 改变我们一些不良的集气 就没有你选择 我们也不可以 将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套出来的 那还有呢 第五点呢 就是金虎同寿 就是说大家都没有简杂 就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都好像很开心地去吃 没有一个分别心 那在这个修行里面呢 是一种发起的感觉 第六点呢 就是存在念 就是说我们 不生起我们的网念 我们的网念一生起 我们就要想了 我们要想想 我们要观信尸难消 我们要观察我们 我们要观察我们 施主布施给我们 我们要在这里食传五观 那要观这些食物 是作为一种药物 假借这种食物 去维持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才可以借假收真 那我们也能够 要我们 只要我们 我们一切的妄想 吾起任何的念 那这个呢 就是叫做存在念 第七呢 就是如法如理 因为在唐代以后 至远的真人呢 就很多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戒期里面 很多的都超过千人以上 如果不设这个 过堂的规矩呢 就会很乱了 所以呢 就是有次序这样呢 其实呢 是使得我们人呢 能够心安道隆 能够令我们体现出 佛教的那个教育的精神 第八点呢 就是喜子威仪 就是说佛弟子 凡事呢 都是超纵的 连吃饭呢 都有他的学问 有他的规 有他的举 令到每一个人呢 都生起一些欢喜心 和这个恭敬心 所以这些呢 都是修行的人呢 在过堂吃饭里面呢 一种的延伸的说法 因为过堂吃饭 你无论是几十人也好 几百人也好 几千人也好 大家吃饭的时候呢 是全个齋堂里面呢 都一点声音都没有的 就算我们拿筷子 拿碗都没有声音的 即是 当你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这样的场面的时候 你会感觉 很多人家吃饭呢 就是聊天的 一家人 吃饭聊天 就算你朋友之间 去吃饭 都在聊天 但是 出家人过堂吃饭呢 是一粒声都没有的 很静的 上面呢 就刚刚说了 这个过堂吃饭的好处呢 我们 吃饭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散心集话 我们应该要 深存五贯 五贯是指什么呢 一计功多少量比来存 月二寸己得行全缺认共 三防心离过贪等为足 四 四 正是良药 为了凝夫 五 为成道业 应受此食 那这个就是 在内方面呢 就是食传五贯 第一个 计功多少量比来存 意思就是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观察我们 这些饭和菜来得不容易 因为那些饭和菜 都是要从农夫很辛苦去耕耘的 所以这些农夫 和供养我们的施主 他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现在我能够很安乐地在这里吃饭 那这件事就是说 这些施主保释给我们 我们是不容易消化得到的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计较 这个食物多与少 亦都不可以传有 这件事我喜欢吃 我就生在一个很开心 这件事我不喜欢吃 我就生在一个不高兴的心 所以有说 佛教里面说 佛观一粒米大鱼衰微山 我们要懂得一足一饭 我们要想一下 来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去受食 由于这样 就激发我们修行的道心 第二 串己得行 全缺应共 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思索 我们自己的得行 例如持戒 或是为了三宝的事业等等 我们做了多少呢 我们要生在一个非常惭愧的心 我们要精进去容功 好像寺院的齋堂里面 就有一对对联地写 他说 三心未了 水难消 五观若明 金义化 那就是什么叫三心呢 就是指我们的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的心也是不可得 过去已经成为了过去 现在的心一刹锣之间 就成为了过去 是无常的 未来的 还未来到 所以说 不可得 出家人 若果三心都未了 而接受施主的供养 那 无论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很难能消化得到 即使这一杯清水 我们都不容易去消瘦 所以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 亦都要学习 收这个五观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修行 真正能够办到 所以说 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是在修行 在持戒 在反倒 即使之间 是铁的 我们都能够溶化 是金的 我们都能够溶化得到 如果我们 以一个蟹蹄的心 以一个认为 我们自己是 应份的心 那我们 就是消化不了 那 我们这样去观想 我们的惭愧的心 我们就会生起 那我们自然 就会增进我们的道德 第三点 防心离过 贪等为中 就是要 慎防我们自己 对饮食方面 起了分别心的过患 我们要离开 贪、亲、痴、三毒 我们面对好吃的东西 我们就会生起这个贪心 如果我们面对一些不好吃的东西 我们就会生起一个 亲恨的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 慎防我们自己的道心 要离开我们的过失 要正心勤意地去修改我们的杂气 我们这样才能够 趋向这个菩提 时时都要警惕自己 第四 正是良药 为疗型呼 我们要将这些食物 当作一个药食 用来医治我们的病 滋养我们的身体 为了我们用功修行 我们要明白到 无论多好吃的食物 都是不过我们三寸的喉咙 因为过了我们的喉咙 落了我们的腸胃各方面 再排出去 就成为一些污蔽的物品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 贪口福而种叶 第五 为成道业 应受此食 我们用饮食 原因是 需要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们为了借假修真 而接受饮食的供养 饮食是我们人生 不能缺少一个资粮 所谓民以食为天 假如我们没有饮食 我们人就没有办法 生存在这个世间 因此 我们见到现成的食物 我们应该要想想 来来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带着一个随缘的念头 像佛陀的弟子 以前佛陀的弟子 就算现在泰国 或者斯里兰卡 一些南传佛教的国家 他们都是托缘的 去到哪里 都是人家供养他们的食物 那里 他们是分开的 他们是次第的黑食 他们不会拣责 那家人是有钱的 他就专门去那里黑食 总之他们在佛陀的时候 黑了多少家人 你就要回到争团里面 所以说我们不可以 拣责富贵的人 或者是贫穷的人去黑食 也不可以拣责这些食物 是精细好吃的 因为粗的食物 也不可以计较那些食物 是干净和不干净 我们如果能够 抱着这些心态 愚法地去黑食 才合乎我们饮食的道理 上面所说的五官 就是说明了 凡是受食的时候 我们应该生起这个惭愧的心 亦要加勤精进 要用功去扮盗 如是这样去受人的供养 我们才能消化得到 如果我们起了这些 贪亲痴三毒的心 我们受人的供养 一滴的水 我们也消化不了 在柴团里面 在柴团里面 有它的规矩 如果你真的在寺院里面过堂吃饭 他们就分了寸葡达姨 比丘和比丘 在柴团里面有分开 还有沙眉 例如一般的居士 男的居士 先走 然后到女的居士 男的居士也有分 如果受了戒 有搭衣便先走 有一个程序 但是有些地方 他们的过堂吃饭 可能是比规模少 他们可能不像 一排排的过堂吃饭 可能有一些圆桌 但是他们也是按照 过堂的规矩去吃饭 大家都是不可以出声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是有我们的规矩 我们是有我们的规矩 我们的规矩 那我们的规矩 就是表示了 龍珠 或者是精华 就是我们本具如来的智慧的德相 就是所谓的摩尼寶珠 所以有两句说话 他说 探珠而静浪 洞水取婴难 就是说 譬如说 说明了 这个定力和智慧的关系 定力就好像静水一样 智慧就好像心珠一样 入了这个海 来探这个宝珠 就是很难得的 如果我们能够先以这个定力 将这个水能够在这个深海里面 晴静它 那么深海的智慧明珠 就自然可以显现了 那么这个手呢 就是叫做龙含珠 就是说我们握碗的时候 好像 那个龙 握着寶珠一样的姿势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握碗 平时 我们出家人学 就算你们居士过堂吃饭 也是要学 我们握碗 四个手指在下面 托着碗 就是这个手势 所以它叫做龙含珠 我们握筷子 它叫做缝点头 就是说我们握筷子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握得太高 又不可以握得太低 就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 就是 一般过堂吃饭 很多都是 如果是早餐 我们叫做早餐 我们道场 在寺院里面说 就是早齋 就等于你们说早餐 在早餐里面 他们多数都是两个碗 两个碗 就是这样放两个碗 就是在这个边上的摆 那他行堂的师傅也好 有些行堂的人 或者一些居士 他都会摆放 所有人面前都摆放了两个碗 那接着呢 这个左边 我们手对着 这个左边 它就会摆一些竹 如果右边这边 他就会 有些地方 他早上除了竹 可能会有粉面 他就摆在右边 那他们会 寺院里面 他们会吃得很清淡 尤其是过堂吃饭 可能会给一些咸菜 你 那当我们 过堂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念共养咒 念完之后 我们才吃饭 那这个吃饭的时候 当我们念完共养咒之后 我们就会拿起那个筷子 和拿去的碗 我们首先说了 我们先吃早齋 那我们两个碗 这个是竹 这个是当面和菜 那当我们念完之后 我们就拿去碗 我们用这个左手 就按住这个 然后用这个右手就拿起 那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是吗? 那当你要拿起的碗 的时候 我们怎样拿呢? 如果我们有 过堂吃饭 他会穿袍衣的 那你要拿的时候 你这样递出去 你就会卡住 我们就会把这个筷子 反过来 压住我们的袍衣 那我们将这碗粥 就拿起来 就放在我们的右手边 那接着呢 我们拿起这个 这个 菜 就是放在我们的左手边 那我们就开始吃饭了 或者吃粥了 那如果我们是 要添粥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 递回那个粥碗出去 那当然呢 我们递出去的时候 我们也是慢慢地递出去 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行堂的师傅 走过的时候 譬如你要爱多少粥呢 就不要像我们说 哎呀我要半碗 不是这样的 就是用你的筷子去表示 譬如你要爱半碗的时候 你就指一半 如果你要整个满的呢 你就指满它 如果你要送的时候 你也是递个送碗出去 那还有如果我们是 譬如是 吃午饭的时候 就是三个碗的 那它会排一个这样的 那 这边这个碗呢 是装这个菜 而右边这个呢 就会装汤的 那这个 中间这个呢 就会装饭的 那我们如是者 我们都是一样的 把筷子拿出来 我们首先 就是拿了个饭碗 来到这边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 这个菜碗 再拿这个 汤碗 那我们就会拿起饭碗 吃饭 我们吃饭之前呢 我们就要 发三个愿 我们不是吃饭的时候 一吃就吃饭了 那我们呢 就会 吃第一口饭 第一口饭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发愿 就是说 愿断一切恶 无一恶不断 意思就是说 诸恶目作 当我们吃第二口饭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愿收一切善 无一善不收 这个就是众善奉行 我们吃第三口饭的时候呢 就是 世道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道 那我们吃完三口饭之后呢 我们呢 才开始 连饭和饭一起吃 就是说 我们吃 要添饭的时候 我们就放个碗出去 那接着呢 我们就 拿回来 当我们真的完全吃完之后呢 行堂的师傅呢 就会给你一些水 那你呢 就 不要说不爱哦 因为呢 我们的饭 和我们的菜 有些汁 黏在这里 那我们呢 出家人吃饭 很干净的 他给你水 你呢 就把所有的碗洗干净 喝掉它 有些人呢 不惯了 汁都不吃 其实不可以的 我们是不浪费 你那些菜里面 也有一些少少油的在里面 所以这种东西呢 其实呢 是将我们的心改变 有些人接受不了的 我们去训练 我们去做 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不要浪费 我们要识福 那当我们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 将那些碗 就放在一起 然后呢 将那碗 就放出去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哦 譬如我们有些 真的吞不到那些渣仔 那我们呢 用个纸巾包也好 我们不要放在碗里面 我们会送一只碗 出去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轻轻放个筷子 那些 那些 不吃得那些 渣仔 或者是 用纸包好 就放在旁边 为何要这样做呢 因为行堂的师傅 他会将那些碗 和筷子 会收的 那些呢 有人会负责 把那些垃圾的东西 就清理了 接着呢 他们的碗 就搭高了 一搭 一直走过去 就收这个碗 那些筷子 他们一下子 就收光了 所以说 他用这个方法呢 是折散了我们很多的引力 而且呢 是很安静的 完全很安静一片 那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 都是专心在这里吃饭 收拾我们的心 因为以前呢 以前呢 以前有人亲近过 虚韻老和尚 我听以前的老法师他说 他说虚韻老和尚 各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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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结齋的 那那个方丈和尚呢 就会坐一个位置 那方丈和尚呢 那方丈和尚呢 就会看到大家全部了 吃完了 他才放下筷子 就没有说先先后后 放下了之后呢 就会念一个结齋文 那念完呢 就要回去大殿呢 回向的 就是在重林的规矩就是 他们是在大殿排队去齋堂 吃完饭之后 也都排队 出回去大殿那里呢 就会向的 那 有一次呢 就是 有些 出家中 他嫌食物呢 不好吃 觉得有饭不下 就把食物呢 就放在桌子上 那虚云老和尚是一个 大家有没有听过虚云老和尚呢 有些都听过了 是一位真是高贞大德 他用个新教去教他们 他不是骂他们 他将每个人套在桌子上的食物 老和尚全部倒进去 吃完 他这个是新教 你看到的人 当你把食物套在桌子上的时候 老和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要教导他们 我们这些食物不能浪费 我们要吃得到的东西 我们不要浪费 自从老和尚这么做了之后 每个人都不感到任何的渣宰 这个是真实的事件 不过另外一个事件 要跟大家讲 应该在20年前 一位居士 他最初去广州的光孝寺 他跟一些师兄一起去光孝寺拜佛 他从来没试过过堂吃饭 他也没有听过 你们现在都很幸运 你们可能是没试过 但都来上堂听一下 那居士就带他去 没有说明给他知道 过堂吃饭的规矩 他跟着他就坐在这里吃饭 他又不能吃那么多东西 他又想说话 他旁边的师兄就 他就用手指指叫他不要说声 他又吃得慢 那些东西又太多 他刚刚吃的有一件是腐竹 那些腐竹是腐皮搭煎的 以前的人很流行 拿牙签 竹签 当它煎的时候 那些腐竹就不会全部都散了 那可能就是厨房帮忙做的人 有点大意 他切的时候那些竹签 没有完全拿走 那些腐竹签 那些腐竹签 刚刚卡住他的喉咙 那些腐皮搭煎 他又要跟隔壁那位师兄说 那些腐皮搭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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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些腐皮搭煎 希望那条竹签 就搭煎了 因为他脱不出来 在喉咙那里 真的佛菩萨加给他 他说那些腐皮搭煎了 他说当时他 真的眼泪水都飙 这里又在痛 要说又不能说 要离开他坐的食饭座位 又不可以走 因为人家过堂吃饭 全都在静止 他回来说给我们 他说我多辛苦 他说我多辛苦 他说师傅 他说师傅 你都没经历过过堂 他说是啦 我跟别人去 他说他真的是 其实他也是很诚心 所以佛菩萨加给他感应他 他吞下去就没事了 如果真的全部 卡在这里的问题就很大 大家都要注意这样 有时没试过 有时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 除了我们要注意 我们如何去吃饭 因为刚才说的 愿断一切我 愿收一切善 世道一切众生 这个也是菩萨的三罪正解 意思就是断恶修善度众生 在这个佛教里面 你看一下 连吃饭都可以 要我们深存我们的正念 要我们修心和修行 还有就是说 在佛教里面说 施食是有一个原因的 我们在歌堂吃饭里面 这个供养的时候 我们要去施食 佛教里面说 早上是天人食的 中午是佛食的 下午是畜生食的 晚上是饿鬼食的 食方面又分了四种的食 一种是断食 一种是竹食 竹是接触的竹 一种是思食 思食就是思想的思 第四种是色食 色食就是知识的色 有四种食 断食就是限于我们的肉界 而其余的三种食 就可以通向三界 三界就是指肉界、色界和毛色界 现在我简略地告诉大家 什么是断食呢? 就是有分粗的食物和小的食物 粗的食物就是 例如饭、面、菜 这些就是粗的食物 有香味的普通食物 而细食就是 印度里面说的酥油 指一些饮料 肉界的众生 包括了我们人类 是用这个饮食来滋养我们的身体 就是以这个断食为主 那竹食呢 就是指这个 精神透过感觉的器官 和爱景 在这个接触 生起这个作用 就有这个乐和温的感触 就像什么呢? 我们人、穿衣服 或者我们洗澡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触寿的 那畜生道和小雀这一类 他们就会铲子 那些鱼它就会铲卵 鱼狗和毛鸡一样 它会捕在这个鱼上 给予一些暖的感受 而敷它出来 这种是足食 足食在色界中是以足食为主 私食是思想食 即是我们用思想的意识 是属于精神的食量 例如一样东西大家一说就会明白 就是望梅子学 这个私食是轨道之中以私食为主 第四种是色食 色食亦是以精神为主 例如无色界和地狱众生 就是以色食为主 佛弟子在早五齋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共佛 然后先再施食给畜生和饿鬼 所以在寺院里面 他们就会出食 到这个出食台那里 用一些饭 或者粥 或者粉面 饅頭 他们就会施给众生 他施食的时候 他会念咒也要观赏 例如七粒米可以变成四十九 四十九可以变成无量无数 像衰微山那样 我们注意一样 出食这些就是寺院里面 他们要做的 但是一般所有的居士在家里 不需要做出食 这只不过我告诉大家 认识 但是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这些是寺院里面做的 那为什么我们中午出食的时候 我们会念了四句解 这四句解里面 包含了三个点故 第一个就是大盘金刺鸟 在印度里面 就有一种叫做大盘鸟 这种大盘鸟 它的翅膀是非常之大 但是这种鸟 它专门就是吃那些龙 吃龙就是 杀害很多龙的生命 这些龙子龙酸 差不多都被这些大盘金刺鸟 就已经吃完了 那龙王就去请求佛 佛就是为大盘金刺鸟 来说法 就劝他不要再做那么多的恶杀业了 但是这些大盘金刺鸟 也有他的困难的地方 因为他不吃龙 他就会饿死 于是佛就安排他的弟子 在他们中午吃饭之前 首先就要分一份 给这些大盘金刺鸟去售食 第二就是抗野鬼神众 就是说神和鬼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神也是鬼的一类 但是神比鬼的道行和福报 是比较好的 鬼有三种 一种叫做无财鬼 一种叫做小财鬼 一种叫做多财鬼 无财鬼是没有福德的 是没得吃的 即是属于饿鬼类 小财鬼有些福报 有人去拜祭他 多财鬼是属于神的一类 他的福报就比较大 他会受到人的供养 当时印度 在这个抗野荒地里面 就有这些鬼类 在黄昏之后 他们就会出现 扰乱很多的人民和百姓 据说 有人的头上有一种光 有道德的人 这些光能够令到这些鬼 就不敢走近去 不敢伤害他 如果他身体弱的 或者运气低的 他的光就比较弱 那些鬼可能就会去骚扰他 于是当时的人 他就去见佛陀 佛陀也变化了一个鬼王 为这些鬼类说法 也叫他的弟子 去吃饭之前 也要施食 令到一切的鬼神 都能够受到这个甘露的法理 第三就是 挪刹鬼子母 就是说 这个鬼子母 他有很多的子女 根据经典的味 他所记载 就是说 他有一千个那么多的子女 而且他们的寿命是很长的 而且又有一种神通的力量 他五百年就在天上 五百年就在这个人间 在这个人间上上落落感 他最爱的是他最小的儿子 但他这个最小的儿子很顽皮 他时常专门去到我们这个人间 去骚扰那些小朋友 使得那些小朋友 很多人都心病 以及不得安寧 所以人又去见佛陀 佛陀 他就用他的神通力 把这个很顽皮的鬼子母的小儿子 把他捉在佛陀的墓里面 当时这个鬼母 就沉遍天上人间 找他的儿子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佛陀就跟他说 他说每个人都很痛爱自己的儿子 他跟鬼子母说 你一定要管束你的儿子 因为他在这个人间 扰乱了其他人的儿子 所以这个鬼子母就跟佛陀说 佛陀就开示他 叫他不要再扰乱 这个人间的弟子 当时佛陀开示之后 他就还回他的儿子 给这个鬼子母 他亦都叫他的弟子 当他施食的时候 亦都要给一份饮食 第四就是甘露式充满 就是以这个佛神咒的力量 得到这个不心不灭的甘露法水 能够令到一切的众生 都受到这个乏起无量 我们再说 施食的时候 有些地方不可以施食的 例如在柳树、桃树、石楼树 这三种树都有一种破邪的作用 所以施食不可以在这些地方 因为你在这些地方施食 那些鬼神那类 是他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亦得不到这些食物 所以佛陀是很慈悲的 他为了救到他们 就是施食一份食物给他们 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一段故事呢 就是说 在我们二时林齋 就是说我们过堂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念这个供养鸡 和这个结齋鸡 这些都是出家人在早齋和午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念诵的继续 出家人之所以在早齋和午齋的时候 念这个供养的继续是因为佛祭的时候 出家人在早上和中午的时候都可以用齋 但是晚上因为是饿鬼吃的 所以出家人就不会在晚上用齋 由于饿鬼没有食物可以吃 如果这个僧人晚上用齋的时候 就会使用到我们的洗筷子碗都会响的声音 就会令到这些饿鬼 会生在一个亲恨的心 就会加重了他们的罪业 因为是有亲心 因此佛祭的时候 出家人就是要过午不食 那出家人晚上他不准吃 就是为了联敏了这个饿鬼的众生 就是培养了这个慈悲心 不过在佛教里面 传入了中国之后 由于好多的丛林 都实行了这个龙禅并种的生活方式 因为在八丈禅师的八丈清规里面 他亦是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这些都是佛教一个优良的传统 出家人如果只是吃两餐饭 他又在这个体力上里面 又消耗得太多的时候 对他的身体健康都会出了一个问题 所以于是很多致愿 亦都允许出家人晚上可以吃饭 但是我们晚上吃饭 我们必须生在一个残跪的心 所以我们将晚餐视为是药食 即使用于在这个 即是说这个药食 能够延续我们生命的一个医药 要求出家人不准分辨这个味道 而且晚上吃饭也不需要念这个 供养的鸡语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你不要说出家人自戒 要过午饭吃 但因为在中国里面 他们有很多龙蝎制度 什么叫龙蝎制度呢 就是自经做米 自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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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那个体力的劳动 所以晚上是 即是他不会特别煮 即是中午剩下的饭菜 他们晚上就可以吃 但是我们吃的时候 也是一个残跪的心 我们是为了医治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受食 我们也是要生起一个残跪的心 这个意识林仔的内容 是非常丰富的 那个文我念一次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念 供养清淨发心疲劳遮罗佛 圆满补身路舍罗佛 千百亿化身释迦茅利佛 当来下心微辣尊佛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大智民殊施理菩萨 大行普贤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怨地藏王菩萨 朱尊菩萨摩科萨 摩科波野波罗密 当我们是祖斋的时候 我们会念 足有十利 遥益行人 果步无边 究竟常乐 但是如果我们五斋的时候 我们就不念足有十利 我们就念 三德六味 供佛及僧 法界有情 普通供养 让饭食时 当愿众生 禅月为食 发起充满 我们这个就是共佛 我们吃完饭后 我们就会念 结齐的 结齐的 结齐的就是 就是说 在这个二时林齐里面 就是我们要念了两段文 在这个祖齐和五齐 我们供之前 先头我们念了 供养诸佛菩萨 然后就是供养 真众和修行的人 最后结齐的时候 就是以法供养 回向给 这个布施饮食的人 这些都是 供佛 供法 供真 供三宝的意思 在这个摩康生期律里面记载了 食粥有十种利益 所以说粥有十利 第一种就是资产的资 就是资益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顏庸能够丰盛 第二种就是争力 就是保抑我们的 缺弱的身体 增长我们的气力 第三种就是益寿 就是保养我们的元气 我们的寿命能够增加 第四就是安乐 清淨柔软 吃了我们能够熟食 就能够得到安乐 第五就是慈清 我们的气力 不会滞留在这里 停止在这里 不动 慈变清阳 第六就是便说 滋润我们的喉咙 和我们的喉咙 能够得到 论义的无碍 第七就是消淑食 就是温暖我们的脾胃 我们吃了就能够消化得到 就是吃了隔夜的东西 我们都能够消化得到 第八就是除风 就是调和通力 令到我们的风和气都能够消除 第九就是除肌 因为有充足的食物 来充复我们的口腹 令到我们不用受到饥饿了 第十就是消喝 喉咙和舌 我们能够得到这个 濕润 令到我们 消除我们的口渴 因为竹有这十种利益 所以我们要用来 用来供养修行的人 使我们能够得到无边的善果 而达到究竟尚落 这个涅盘的比岸 在中午的时候 念这个供养咒里面 我们就念三德六味 共佛及真 法界有情 普通供养 让法食时 当愿众生 禅悦为食 法喜中充满 这个三德六味 就是告诉我们 作为供佛及真人的饮食 一定要三德远备 六味俱足才能够合法 否则会对佛及真人 失去这个恭敬 三德六味 就是指什么呢? 清淡、柔软、柔软、愚法 就是叫做三德 六味就是指 淡、咸、辛、酸、金、苦 这六种的味道 即是说 我们做厨房 煮这些菜给真人吃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选择干净 和清淡的食物 和一些很精细 很美味的食物 和一些合乎柔软的德 如果我们能够 事时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得到愚法的德 在六味方面 一位指柏大师 曾经有一段文 他说 在六味之毒 故味之作者为酸 甘味其性和 能和脾胃 故味甜者为甘 苦味其性冷 能解脏苦之热 故味长之为苦 以这个三德六味的 甘味的饮食 来供养诸佛 和修行的人 能够令到诸佛 菩萨和生气大众 申起这个欢喜的心 我们食用这些饮食 好像闻到一些煎痰 又好像喝了一些甘露 令到我们的五脏内 能够调和 我们身心能够感觉心安 能够显示知识我们的色力 使我们身心能够健康 智慧能够显然 所以说三德六味是上妙的饮食 不单止我们供佛和僧人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法界有情 能够普通的供养 为什麽我们要供养 一切法界的众生 因为人生在这个世间上 事事都是由于因缘和合 而能够成就的 我们这个衣食住行 没有一样东西 不是借助大众的力量 才能够得到圆满呢 所谓我们前面所说的 一足一饭 我们都要想一下 来处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发起感恩的心 而守这个供养 现在我们虽然能够 虽然对这个衣食能够饱暖 其实我们想一下 世间上有很多人 亦都受饥饿的痛苦 你看一些国家 中东的国家 他们打仗 那些人民多苦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众生所受苦 因为他们亦造过的罪 虽然这样说 但是我们应该要 发起一个广大的心 慈悲的心 要智诚的心去供养 在供养这个诸佛菩萨 真众和一切法计众生之后 这个供养计众中 是要我们这样去观赏 就是说 若饭食时当愿众生 禅月喂食 白气充满 这几句计是说 告诉我们出家人知 我们在每一天的吃饭之前 我们应该要时常提起自己 要以这个法作为这个供养 令到我们要时常 都在这个法味之中 这个僧人接受 这个十方施主的饮食供养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将这种功德 回向给所有的施主 使得他们因为这个饮食的供养 而得到他们的善报 所以在这个早施、午施、结施的时候 我们会念下面的撒多喇 那段文 这些都是对施主饮食 这是我们的一种祝福和感恩 是祝愿供养法会的齋饭居士 因为他们以这个欢喜的心 而中了清淨布施的善恩 必定得到生生世世都得到这个饮食 不用受到饥饿的痛苦 他们也能得到善果 所以僧人每一天他们都会念诵 表示他们不会忘记施主的供养 从这样激发大家能够发起积极的心去修道 对修道方面就能够生起这个信心 所以在佛门里面说 所有供养之中 是以这个法供养为最第一 法的供养就是能够令到所有的众生 就是成就这个佛法的智慧解脱的恩怨 对于沉淋苦海的世间的众生来说 除了饮食供养之外 他们都更加需要在这个修行佛法 解脱烦怒这方面 正因为这样 在这个祖斋和五斋结斋的时候 珍重时时都会念诵 供佛以仁 当愿众生 所作皆伴 具诸佛法 就是说 祝愿所有的众生 未来都能够 达到阿罗汉的境界 其中这个所作皆伴 就是指 因为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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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得到凡恨已立 生死已尽 从这样能够修佛法的智慧 和光明 能够自在和解脱 所以这个也是在二时林斋里面 在佛门里面修行的最重要的环节 我们每天必须必须进行的功课 我们每天必须进行的功课 早齋午齋时候 我们要念这些计 这些都是令到我们 我们时时念诸佛菩萨的功登 亦都感恩施主的供养 亦都警示我们自己 要收拾我们的内心 我们要精进容功 从这样 而有这个功敬心 报恩心 慈悲心 清淨心 诚心的供养 结齋、祝愿 最终令到我们身心能够清淨 发起能够充满 成就了这个无上的菩提 这就是我们 这个二时林斋一段文 给大家听 那我们 那我们 即是说我们用斋的时候 我们要念这个供养咒 先供养三宝 供养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用餐 那我们 那堂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住一些地方 那堂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坐得端正 那如果我刚才坐 有些人 没有那么大规模 可能用一些 平时吃饭的圆桌 来用餐 那我们也要不要出声 静静在这里吃 那 那有些地方 就算是割堂吃饭 或者是用圆桌吃饭 你吃完饭之后 你们都要把碗 自己拿去洗 洗干净 放回原位的地方 因为出家人 他们很多时候 是用他的脖子去吃饭 那他们会拿回他的脖子自己洗 那再加工医市 去到寺院 要守他们的规矩 有些他们是有一些义工 帮忙大家做 但是有些没有 所以我们工医市吃饭 没有理由要出家人和我们洗碗 这个也是不愈法 所以我们要去到一些寺院 要知道他们的规矩如何做 我们就要遵守他们的规矩 那有些他是简单一些 可能小的地方 他可能没有念这个供养咒 那他会吃饭之前 他会合掌 合掌的时候 他就默念 或者大家会念 他念什么呢 就是供养十方佛 供养十方法 供养十方真 供养十方一切众生 就是这样念 或者是你自己默念 都可以 那我们晚上 就叫做药食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念这个脊子 也不需要念那几句 共养十方佛 共养十方法 那几句 我们只是 可以合一合掌 默念 默念 阿弥陀佛 那就可以了 因为 在佛陀的时代 佛弟子都是脱缚 我们叫做日中一食 其余的时间 但意思就是 其佛的时间 他们都会在禅修 在静坐 但是佛法传到我们 中国里面 逐漸演变成为 松林的制度 一个修行的道场 他们多数是自己耕种 自己煮食的 所以大家 因为地方的问题有不同 如果在我们中国人 你叫我们一般的人 出家人 因为是属于增补 在中国的人去看 如果我们真的拿瓣去黑食 他是对出家人不恭敬 他当你好像乞丐 所以来到我们中国 就不可以行这个制度 但是譬如你在南泉国家 他们是非常恭敬 出家人 他们托缚黑食的时候 就算你去泰国那边 他们托缚的时候 你供养给出家人 他们是要脱鞋的 他供养食物的时候 你不能碰到他的瓣 在中间的房子 是很恭敬的 但是来到我们中国 就不行了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教育 思想不同 你叫出家人黑食 人家会对出家人不恭敬 所以来到我们中国寺院 我们走着这个就是 松林的制度 他们会自己耕种 所以就没有说日中一食 因为他们的劳动 身体需要 但也有一些 现在也有一些 在慈戒的道场 他们也是说五不食 我们要明白这件事 我们身在一个不恭敬的心 但是因为要视乎他们的体能 或者他们所做的事 我们要明白这件事 去恭敬这个增保 我们吃饭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端身正坐 还有我们要知道 我们吃饭的时候 为了充饥 可以令我们修行 所以吃饭的时候 不可以说话 就算你不是过堂吃饭 我们也不可以说话 其实我们一边说话 一边吃饭 对我们的消化也不太好 分心了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在家吃饭也是 不过一般你们在家 没有办法 可能吃饭的晚餐 才是大家聚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去到寺院 就把这种集气改了 寺院有寺院的规矩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慢慢吃 用餐的时候 我刚才说 我们不要发出什么声音 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要吃到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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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这件事其实 都可以收拾我们的心 接着我说 去到寺院里面 我们叫做挂单的规矩 就是寺院住宿的规矩 一般在松林的寺院 居时去到寺院挂单 现在就算我们去到 中国的寺院也是 我们会出示我们的证件 例如身份证 或者我们的皈依症 有皈依座那些 就会出示我们的皈依症 并不证明我是佛教徒 譬如我们去到寺院挂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客堂登记 我第一堂 给大家看的图片是客堂 我们住的地方 现在寺院有些都附属一些 叫做宾馆 就是被居居住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出家人 他的那种 我觉得给大家看的图片 叫做云水堂 云水堂里面 其实不是长期在这间寺院 他只不过是挂单一些珍重 就住在云水堂 就算他们住在云水堂 都是要经过客堂去求单 才可以住 就等于我们做居士的 我们去到客堂都要登记 我们现在寺院住多少天 我们去到寺院住 有些寺院是规定一件事的 因为香港现在少了 现在中国大陆都好像少了 有很多人很喜欢吃烟 在寺院里面 其实不可以吃烟 还有就是说 有些寺院是真的标明的 他的规矩上面 凡是吸烟的人 他都不让他来挂单 那我们去寺院 第一件事 我们真的吃烟的人 就不好吃 另一个问题 我们不可以带一些 杂或者酒去寺院里面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些人会带到自己 心爱的宠物 这些也不可以 有些人喜欢养狗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些会扰乱寺院 还有一个事情 大家都要知道 比如是对夫妇 同时去到寺院 因为寺院是清净的地方 他们会分开的 不会是对夫妇住的 比如有男的 有男的地方住的 女的地方 女的人住的地方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去寺院 就不是去到酒店 所以我们要守住寺院的规矩 你不可以 因为可能他们住的 不是说一人一间房 有些寺院可能 是很多个人住在这间房 虽然你是他先生 或者是太太 你都不可以 这样去穿过人家的療房 真的有紧要的时间的时候 都不可以去那些房间 穿穿插插地去那些房间 去找你的同伴 这件事我们要知道 因为寺院是清净的地方 也不可以在寺院里面 做一些行房的事 我们不是酒店 也不是家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 每个寺院 都有挂单 去哪里挂单 都有它的规约 即是说 我们要去到 就要严格去遵守 还有去到寺院 我们要爱惜三宝的物品 千万不要毁坏 如果我们毁坏了 我们就需要赔偿 因为有些人是习惯性的 寺院的人 你会觉得他们很省 其实他们是爱惜 无论店 物品也是 如果我们真的 万一弄坏了 我们就真的要通知 给客户 我们要赔偿 那不是说是寺院贪 但这些是我们要遵守的规矩 一个我们去到寺院 凡是住宿寺院 我们都要知清楚 明白寺院里面的 作息的时间 我们要跟随大众休息 起床 例如早上起床 晚上睡觉的时间 早晚我们参加他们 做早课的时间 和大概做早课的程序 用斋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用斋的时间 和什么方式 和其他我们需要住的事项 我们都要知道 是以免我们 触犯了寺院的规矩 因为我们犯了规矩 就会损损我们的福部 我们参加早晚课的时候 或者参加他们的法会的时候 如果真的归了医的人 我们就一定要穿着海青 如果我们是受了戒的人 我们一定要搭我们的慢衣 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穿起的浦衣很热的 师傅 尤其是大陆的展 现在好些 以前我去的 人家一把风扇都没有 即是你在这儿上脸 天气大夜 整身都湿了 但我们都要穿 为什么呢 这个呢 川普大鱼 是庄重和庄业到场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件事 不要方便自己 作出这样的行为 例如 如果你真的受了五戒 你觉得穿着海青已经很热 搭着晚衣更加热的时候 打算不搭着衣 其实不对 因为你已经受了戒 我们分开的 搭着衣的行先 海青的跟着 穿便服的跟着 即是未受三规的人 你明明受了五戒 为什么你自己不守戒 哎呀 还要令人烦 因为人家那个 是未受戒的在你前面 那是不是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还有一个 譬如我们去到的寺院 寺院里面的一条草 一朵花 或者他们种了一个水果 都是属于寺院的物品 我们不可以胡乱去摘它 或者是毁坏它 这些是属于寺院的 因为寺院所有的东西 是属于十方常住的物品 那我们去毁坏它 好有趣 我摘了它 那我们也是不对的 那我们是犯了一个道解 这个小小的事件 我们应该要知道 凡是常住的事 我们也要通过师父允许我们 我们才可以拿 我们佛弟子 能够在寺院里面住一晚 就是说我们已经种了 这个清静的善根 我们应该要感恩大众的僧人 供养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心 如果令到我们分修这个佛法的心 能够住一晚在寺院里面 那就是我们的福报 如果我们用一个不好的心 来住在寺院里面 不用这个感恩的心 清静的心 就是损害我们自己的福报 所以住在寺院期间 我们应该尽我们一分的力量 譬如去到寺院 我们可以主动地问师傅 我帮忙数下地行不行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帮忙寺院 或者作为自己 重一点的福报 所以有时我们住在寺院 我们要帮忙尝住做一些事 而且我们也应该 不是寺院要和他拿钱 而是我们也要供养回寺院 我们不可以亏损 我们在这里吃饭 我们用寺院的物品 我们应该也要供养回尝住 这种就是能够积我们自己的福报 还有我们去到寺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进入寺院 首先我们真的去寺院 我们就去大典向诸佛菩萨顶礼 然后我们也去跟师傅顶礼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就说 譬如你去到师傅那里 我们就跟师傅消架 我现在回到师傅那里 但如果我要离开寺院 我们也要向诸佛菩萨顶礼告假 告假就是我要离开 也要向师傅告假 就是离开 这些都是我们寺院的一般 最基本的一个规矩 有些人去到寺院里住 有些法师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鼎礼法师 那我们就叫做接假 如果法师离开的时候 我们要送师傅他们送法师走 我们也跟随后送法师走 那种我们叫做送假 今晚就讲到这个为止 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讲 好,我们回向 愿意似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